好 那我们的生子鱼呢 生子鱼呢他是一个 摆在 我们的这个cell模型 这个模型里面的一个小球体 他飞出去我就不管他 生子鱼的设定呢 他本身是一个scale emitter 这个emitter的大小尺寸是可以用scale 发自控制 然后我用他显示match所有的scale都看得到 那我的总分子数量是80克 移动的速度是3 移动的变速速度变速是variation是 25% 分子方向飞行 分子招式开始是在-300就开始了 然后 然后 显示呢因为我动画长度是300 才显示到300 但是生子寿命是两者 所以要600 因为 它300就开始发射到这边的时候 到emitter start 0的时候 80克就全部发射完毕了 这个也可以设成80 0 然后这里是 寿命是380 Active share的还在上图 那我的particle的形式呢 就是tick一个instance geometry tick我们现在我做了之前做的这个模型 作为发射体 就是 看到这个游戏球 的模型出现了 现在有点效率不胀 好 那我们看到分子的大小 我们有设 mination变数 所以它不可以有长大跟变小的这个参数 那我们分子的形态呢 使用的是instance geometry 所以我才能够pick这颗小小绿色的 取求模型 材质的来源 tick它以后的材质来源 是由get material from instance geometry 这样子材质就会带到分子上面 分子在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些 寻找 所以呢 在 以下的 参数里面 所以在底下 在一个rotation collision的spin 旋转速度里面我让它 每60个子按转一圈 那当然变数开的比较大 50%的机率变数 所以它有可能是90 有可能是30的 旋转方式 那这样子呢 分子在这稍微里面 就可以运转 那现在你会看到我们多了一个叫做collation的model 这个呢事实上就是用这个细胞膜 去clone出来 复制出来的 只是它不需要 做displacement mash 不需要做displacement 这张贴图做过 效果所以把它拿掉 另外呢 这个模型 因为它全退值用来碰撞 所以它不render 然后把它关掉 因为呢我们会建立一个 mash wap的 空间立场中的 desert 反射板中的 u-desert 仓用型的反射器 那这个反射器就是pick 我们的一个collation model 然后它的反弹力 我设在0.8有变数 然后台回来设方向性 那我目前没有设阻力 就给它一点点 阻力好了 摩擦力 那这样会影响到撞击以后的一些变化 那这样子的状态底下 最后render的结果就是一个 这样的效果 那当然我们还没有全部完成 那在这一个render的 Reno的状态里面 必须启动它的 环境范围控制 那这个白金范围控制 什么 要控制的呢 Rendering Environment Fuck 雾气 在这边我放了 置了一个 跟我们色 颜色一样的雾气 那怎么去 一样颜色 那我们就需要先做一次 Render 那在Render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 点右键 就可以吸颜色 那画面上 你想要第一 吸取的颜色 就可以在这里 点取右键 那可以吸到 这个区域的颜色 那这里呢 那我们点的时候你看不到RGB的 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25 2525的数值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是在这个地方 使用Copy 然后在这里 在Test的一个方式来操作 好 那 现在你所看到的 这个雾气 紧张的雾气的感觉 是我们在 Rendering Environment 中 的 AtomSphere 大气 的Effect中 加入一个Fuck 那颜色呢 我就采取跟 本身设定的材质颜色 相近的地方 然后勾选 这个Is Potential 和 然后 雾气的浓度 这幅概念 那要看到雾气的效果 就是在摄影机上面 地区运区运区设定 设定